来到了陕西省的延安市 延安市地处黄土高原 我已经来过好多次了 这边是延安的老城区 下边就是延河 我身后是宝塔山 前边是延安市的商业街 很热闹 晚上有一座非常热闹的夜市 去逛一下 然后吃个饭 宝塔山是延安的标志 这是宝塔桥 跨过去 这堵的 敲锣打鼓势热闹 最近下雨后很凉快 对面就是延安的清凉山 现在从这个地下人行通道 过去之后就到了二道街夜市了 整个这边全是商业 看 地下是通着的 整个下边都是卖衣服的 上边都是大型的商场 从这边走 这边吃喝玩乐 啥都有 玩具城 服装城 电子城 延安前些年 投资了一千亿 削平了三十多座山头 建成了延安新区 但是距离这边也挺远 还是老城比较好 出去就是二道街的夜市 就问你个人多不多 哇 延安烧烤车豆腐 延安的香菇面 看成多不 很好吃的 从前面开始逛 山北 小吃众多 像这边的胡辣羊蹄 搅烫 炒面 香菇面 羊杂碎 各种羊肉吧 海鲜 海鲜 汇通面 哎呦 嗯 羊鱼叉叉 来 那就是坐一会儿 别坐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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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赌包肉 这边卖的基本上都一样 赌包肉还有羊头 羊蹄子 哇 吃的基本上都差不多 头上顶的是趴趴 肚包肉 羊蹄 嗯 主要是味道太香了 走到这边我都忍不住了要吃饭 整个二道街就在中心城区 有商业吃饭住宿都挺方便的 大肉串 新椒肉串 我还是要吃香菇面 小串 到赵家吃一个香菇面 好久没好好吃个面了 赶紧吃个面 感觉别的都吃不饱 泡蒜 糖蒜 哇 香菇面 油炸丸子 葱花香菜 刀削面吧这是 老好吃了各位 上面全是丸子 肉丸子 十六块钱一碗 他那个香味是那个芝麻香味还是什么香的特别浓郁 香菇面吧这是香菇 一层芝麻 油炸丸子吃在嘴里 香爆了都干 这家的面绝对好 这生意是爆满的状态 盐的香菇面是我唯一 市面不放辣椒的面 这根本不需要放辣椒 好了 现在找一个住的地方休息了 这夜市也逛了 人还会越来越多 现在还没到点上 这到晚上就是人山人海的那种 现在都已经开始人几人了 去火车站那边住吧 这边住宿有点贵 这消费有点高 最近也是旅游忘记 延安基本上好多旅游景点都在市区 它以红色油为主 这座城区里面看着人 到处是 公交车站都过不来 哎呀 到火车站再找吧 这边也有便宜的 但是市区区太吵 不方便 哎呦 贵比较高 我前两天在福谷吃了一碗羊肉面三十 当地的朋友给我说 你吃的是最便宜的 他们一般吃的话 吃的是三十五的 哈哈哈哈哈哈 在附近找了一个六十五块钱的 这边比较贝 看着 那边太贵了 那边感觉都一百多 市区公星 火车站的边上 都是一些比较破旧的老宾馆 哎呦 没事 酒店虽破 但是有电梯啊 哇 这里面两块 这个大堂里面就 就是一个小铝色的配置 然后还有电梯 确实 比较老旧的一个宾馆吧 然后有空调就行了 要求不高 确实旧啊 空调应该是新装的 这人空气都是新的 空调没啥毛病 不放火关上 行吧 老人给我说了 这个大床房比较小 可以给你换个标键 标键大 我无所谓 住一晚 对不对 床挺干净的 宾馆确实老了 又八点了 好了各位 今天到了陕西的延安了 简单过了一下 二刀街的夜市 吃了一碗香菇面 味道太棒了 然后找了一个65块钱的宾馆 睡觉了 这边人确实多 延安最近旅游忘记了 咱们下个视频见吧 各位